我是反對特徵組 我不想反對遇到什麼事情 就要搞了什麼單位 所以一些人都當黨產委員會 處復轉會一大堆 你放心好了 上來全部把它清掉了 阿扁執政8年 小英又執政8年 加起來16年 如果你們兩個人加起來16年 你今天跟我說什麼 沒有真相 沒有原諒 沒有什麼 我不想聽了 給你16年的時間 你還不知道真相 我不要聽了 老師在搞什麼 要不要轉型正義 你16年的時間 你跟我說惡大沒有真相 沒有什麼 我跟你講 我不要聽了 如果我們彼此不相挺 你就坐在這裡乾巴巴跟民進黨 繼續在選他的國家 然後那個二流 搞他的三流的政府 你吞得下去嗎 吞吞 民進黨 你比較差不多 民進黨 你比較差不多 我還記得我小時候就看那個陳菊在表演 真的是胡扯 胡說八道 好啦 就算陳菊1986年一出獄啊 就馬上參與政治活動的演講 那個時候柯文哲你就算聽到 你也精快30歲了 那你還算是小孩嗎 現在67歲了 仍然像媽寶一樣 專門在 在福說八道 就是 胡扯的國民黨 那個回來了 哈哈哈哈 爛兵以前的台灣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從小時候在看那個陳菊 沒事 爛台灣的同胞 哈哈哈哈哈哈 爛台灣的皇親 柯文哲過去曾經言語攻擊過陳菊院長 現在又用善笑方式模仿 甚至嘲笑陳院長的表情 相當不恰當 呼籲柯文哲不應該這樣消費他人 也應該向陳菊院長致歉 現階段台灣不可能統一也不可能獨立 美國不會讓台灣跟大陸統一啦 開什麼玩笑 大陸面子上 他也不可能讓台灣去獨立 所以坦白講 維持現狀是不得已的選擇 今年那個國勸文告 蔡彥文也在講說維持現狀 我去裡面就在嘀嘀咕咕你的 你講維持現狀就是守護台灣 我也講維持現狀 為什麼變成中共同路人 阿偉王你在說 仇恨是這種政治動員 最便宜最有效的工具 2025台灣到底有沒有辦法揮核家園 其實大家很清楚嘛 你那個再生能源追不上來 他本來是希望到2025 那個再生能源可以到20% 而且明明就只有8% 你時間到就把核電廠關掉 那中間那個缺合怎麼辦 難道真的用愛發電嗎 你明明知道前面是懸來 他車子也不停往前衝 所以才知道意識形態對國家的損害 最近有一種論調 2024年選舉之後 如果民眾黨沒有選上 民眾黨將於地球表面消失 因為民眾黨跟民進黨的同質性太高 那麼民眾黨 很有可能會繼續威脅民進黨 接下來的執政 那國家機器 很有可能會把民眾黨打到 比如 林鄭傑在幾年前曾經詢問過 新潮流他們的金庫到底有多少錢 得到的金額是500億 至少500億 既然看現在藍白河 幾乎是 難度越來越高的狀況之下 請告訴我們這些支持者 如果阿伯獨立跟藍營不合作的話 要怎麼去打敗這個民進黨 理論上我應該 老幾年前就應該消滅 現在還在 為什麼我們不會被打垮 因為你有批評 我回去會想一想 人家說人家都用放大鏡在檢視你 我說不是放大鏡 是電子顯微鏡 放大3萬倍電子顯微鏡 但是這樣你攻擊我回去我真的會反省 我們哪個地方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透過我們不斷的反省改進 這系統會越來越好 所以我到底覺得這樣 雖然人家用最高的標準在檢查我們 但是我們還是願意把它做得更好 所以剛才講過 相信制度不要相信個人 所以你剛才說2024要是選不上會不會民眾黨就不見了 我跟你講不會 我相信我們要把這種思想文化 變成一個讓一個團隊的 有一種新的政治文化 然後將來那個團隊 就可以再去影響台灣的其他人 唯有改變思想文化 才能夠改變台灣的社會 這是我的信念 講到違建 我們家的違建拆掉了 黃國昌的也拆掉了 欸 我在這個地方公開問 賴清德你家的違建要不要拆啊 欸 我拆掉了 黃國昌我問他 黃國昌那個是整個房子拆掉了 他就拆掉了 欸 賴清德 你們家的違建呢 欸 欸 欸 你這次我逃給新的給你知道嗎 我勸太清德 至少在總統辯論之前趕快篩掉 我總統辯論就問你這一條 阿強請問在你上任總統好 目前的社會大展 對打架半年 是少嘴巴半年 是你會不會清楚撤掉 還是沒有什麼規劃安排 有特別的部分 你會想要開啟像是公主這種的 我個人是反對特徵組 你知道為什麼嗎 法應該一致 你今天法就是沒有尊嚴 我倒不認為說要辦那個部長 要跟辦老百姓 要不同的檢察官來辦 我不同意 難道那個檢察官 他只敢辦老百姓 不敢辦部長 所以還要另外成立一個特徵組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是一個落後國家 我們不是一個法制的國家 所以要建立法的一致性 所以基本上我是反對特徵組 我非常反對遇到什麼事情 就要搞什麼單位 所以現在不當當產委員會 促轉促轉會 一大堆會 你放心好了 上台全部把他清掉了 這是我的態度 對我內心的話 阿扁執政8年 小英又執政8年 加起來16年 如果你們兩個人加起來16年 你今天跟我說什麼沒有真相 沒有原諒 沒有什麼 我不想聽了 給你16年的時間 你還不知道真相 我不要聽了 老師在搞什麼 要轉型正義 給你8加8 16年 你16年的時間 你跟我說228沒有真相 沒有什麼 我跟你講 我不要聽了 你也衝下來 你們都是在用歷史的仇恨 在做政治資本 我們做一個政治人物 我希望大家把過去可以解決掉 它發生過我也知道 我們就盡速把它解決掉 這樣就好了 不是把每年拿出來炒 那製造仇恨 那不然搞到 這畢竟的臺灣 什麼 臺灣的黑金還回來了 我希望臺灣是一個團結和諧的社會 不是一個分裂仇恨的社會 我是不是一個人 他能不能再闖 是一個人 訓策